台东捐血站由于人力有限 在2月12号到2月21号之间 要停止采血业务 为了补足这个空窗时期 捐血车已经分别来到各个乡镇住点 为了让捐血人数可以提升 关山镇的民间团体 在现场摆摊赠送好礼 要吸引民众来捐血 民众玩起袖子坐在捐血车里 来捐出自己的协议 台东捐血在爱玉站内人力有限 从12号开始到21号 将停止采血的业务 于是展开补充血量的旅程 开着捐血车来到各个乡镇来注点 关山镇的民间团体 为了让捐血人数提升 并在捐血车的外面摆了摊子 用着精美礼品来吸引民众捐血 我们就祝应台东捐血站 雪方能够抛穿雨衣来捐血 来提供给最需要有需要的血的人员 今天有准备饱花山的平安米 希望大家把平安米带回去以后 吃了大家都平安健康 这桂花这茶梅 茶梅是开红色的 除了送米和春节之外 灵感处关山工作站 特地准备茶梅以及桂花 来赠送捐血的民众 让民众可以趁机会 在春节前来装饰一下家里的环境 今天我们特别挑选 我们睿眼描谱 我们自己培育的桂花还有茶梅 那桂花呢 因为桂花的香气 是一般民众比较喜欢的 那茶梅呢 刚好开的花是红色的 那过年要到了 所以可以增添家里面的一些喜气 我们只要有这个机会的话 他们办活动 那刚好苗圃有一些花苗 可以赠送给捐血民众的话 那我们就会配合 捐血车从三个月来关山一次 现在变成一年来两次 这次难得来到关山 许多民众都热情的来捐血 除了能救人一命之外 还可以帮助到捐血站 在春节前补足充分的血量 记者蔡叉 关山正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